它是用尽最后的力气才飞起来的 我想 它一定是想跟小新说声谢谢 这绝对是蜡笔小新最感人的一集 也是小新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的时刻 小麻雀重伤离世 小新哭得好伤心 这天小新和妮妮在路上 遇到一只受伤的小麻雀掉落在地上 此时一只小白猫已经虎视眈眈打起了主意 就在这紧急关头 小新赶忙化身正义的使者主动出击 小白猫顿时被吓得仓皇而逃 成功救下小麻雀后 妮妮拜托小新将她带回家疗伤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是男生啊 哦 我是男的没错 在妮妮的再三请求之下 小新最终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看着自己的小象感叹当男生好辛苦 晚上一家人看着伤势如此严重的小麻雀 直呼真是太可怜了 广志决定先帮她消毒一下 然后再进行简单的包扎 广志认为这应该是有人恶作剧所导致的 做这种事情的人实在是太可恶了 就是吗 实在太可恶了 就在夫妻俩聊天之际 小新突然肚子饿了 询问美牙晚饭吃什么 烤小鸟 再配上一杯啤酒 为了缓解尴尬 广志连忙表示要给小麻雀先准备食物 听到此话 小新赶忙去冰箱拿出奶油泡肥要给小麻雀吃 拜托 麻雀怎么可能会吃这个吗 赶快拿走开 上脑筋 那我帮它吃掉好了 随后一家人开始商量该给小麻雀准备什么食物 广志认为应该是蚯蚓或者小虫子比较好 听完小新开始全副武装 准备进行捕捉饲料大战 首先就是从家里的蟑螂开始着手 无语的广志很是无语 麻雀怎么会吃这个玩意 于是只好出去买了几条蚯蚓回来 随后在准备给小麻雀喂食之计 一家人为了取名而争论不休 小新将它取名食匹薄 美牙觉得啾啾比较好听 广志则认为小童比较好 这差点就成了自己出轨的证据 对于眼前的美食小麻雀根本就没有力气吃下去 但不吃东西的话伤怎么可能好得了 很快到了第二天晚上 广志下班回来询问美牙有没有带小麻雀去动物医院 美牙表示因为她的伤太重了很难救活 而对于即将面对生死离别 小新还全然不知 到了第二天 小新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小麻雀居然奇迹般飞了起来 就这样小麻雀用了最后的力气 跟野人家告别后就离世了 然而第一次经历生死离别的小新 看到这一幕也是潸然泪下 小新他们几人居然成为双叶女子学院的女高中生 而妮妮的身份居然隐藏得最深 那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这天班里新来一个转校生名叫杰成 下课之后 正男赶忙将其带去话剧社 进去一看 小新三人居然躺在地上 这是在演什么戏呢 就不是在演戏 诶 自定游戏 别打啊 小新他们是话剧社的成员 一番自我介绍后便邀请杰成加入他们 可杰成根本就不感兴趣 虽说小新他们成立了话剧社 但从始至终都没演过戏 杰成觉得太奇怪了 都不知道他们成立话剧社意义何在 见此封肩反过来问他马上就要毕业了 为什么还要转校过来 这不更加奇怪吗 老 老实说 因为你在厕所用了太多卫生纸马桶堵住了 结果你就被退学了哈 你为什么会知道啊 等到放学后 小新他们推选杰成来当社长 这时作为话剧社顾问的妮妮走了过来 由于小新他们都不演戏 所以他现在只能充当学校里的打扫大叔 但就算要演戏 小新他们也不知道该演什么比较好 既然如此也这个怎么样 什么事 什么事 就是某一天老公被公司裁员 其实恼受承诺 还没等妮妮说完 就遭到所有人的否决 随后小新他们经过一动就笑舍 正男还透露这个地方会有幽灵出现 他从来没有买到最受欢迎的炒面面包 因为不甘心而难过到死掉了 就这样一群人来到就笑舍一探究竟 如此恐怖的气氛下 小新突然发出尖叫声 这是杰成发现地板上掉落一本话剧的剧本 于是到了第二天 小新他们根据剧本上的内容开始彩排 由封肩扮演的歌剧院怪人出来为非作胆 紧接着小新扮演动感超人出来救场 两人开始战斗到一块 最后双双坠入爱河才草草结尾 虽说剧情如此狗血 但还是受到妮妮顾问的称赞 你们演的戏 比门岛剧团隔壁饰演猴戏的 还要棒很多 接着妮妮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其实她是樱花高中负责挖掘话剧社的人才 于是便邀请杰成加入他们学校的话剧社 还介绍起他们的其他三位成员 我是齿形真有子 我是很甜奶奶美 我是水甜真鸡 而小新他们则被妮妮安排当作演出的群众演员 这么说的话 难道你是想用英姿以量取舍这种老套吗 你发现了 你也老套 小新一家化身魔法师住在天界 眼前这位帅哥正在手把手叫小葵玩球 这时美牙突然进来呵斥小葵不能把小白带入屋内 原来这位帅哥居然是小白变的 美牙警告小葵不可以再乱用魔法 然而小葵怎么听得进去 转头又开始施法 将书上的珠宝全部变出来 另一边小新和广志正在垂掉 小新看着写真集突然表示想去人间走走 顺便跟自己的偶像见个面 回到家广志告知美牙 立即遭到强烈反对 美牙表示小新还小 现在连屁屁都擦不干净 去到人类世界也只会给人家添麻烦 接着小新只能使出苦肉挤 难道妈妈不爱我了吗 隔壁的沙利阿可还有马克都去过了 凭什么不让我去 实在没办法美牙只好答应了起来 下一秒 美牙严厉警告第一不可以用魔法做坏事 第二就是要遵守魔法界的规定 就这样小新独自一人出发到人间旅行 然而正前往补习班的封肩却倒大美了 你怎么突然跑出来 那是我要说的台词吧 封肩看到自己受伤了 而且等会还要去补习班那该怎么办 这对魔法师小新来说简直小菜一碟 紧接着便开始使用魔法 下一秒封肩直接从轻伤变成了重伤 气得咬牙切齿 接着小新只能再重新施法 这次封肩变得完好无损 眼看还有五分钟就要迟到了 小新表示那不简单 紧接着直接把表上时间倒退三十分钟 只有我的手表倒转 根本没有用嘛 真是啰嗦的孩子 你给我记住 晚上下补习班回家 封肩还在对今天发生的事耿耿于怀 结果一进家门 你回来了呀 今天很早门 我是你的小新妈妈 封肩很生气小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家里 人家小新今天不是帮了你很多忙吗 他不想帮你治好了伤 而且还让你上补习班没迟到呢 为了不让封肩说破 小新赶紧捂住封肩嘴巴又开始一脸正经胡说八道 让封肩没想到的是妈妈居然邀请小新留下来过夜 心里瞬间无比崩溃 晚上睡觉前 小新告诉封肩一定不能把他的魔法师身份告诉别人 要不然会违反规定 自己就得回去魔法界 而且还要把关于他的事从封肩的记忆中消除才行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